对日系穿搭有一定研究的兄弟肯定也会认同 帽子呢是一个往往有决定性作用的配饰 特别是看长古穿招熊的look里呢 几乎所有的模特都会戴一顶美式复古的经典帽款 那么在上集的留言里呢 有一位兄弟啊说得很在理 清新帅气的帽子绝对是穿搭里最有效的简灵神器 所以咱们的日潮帽子品牌盘点的上集呢 也收获了很多兄弟们的点赞和好评 那么今天咱们的日潮帽子品牌特辑的下集 我将继续带来五个高品质的日系帽子品牌 并且呢会附上风格价位和情报源力见兴急 给兄弟们啊做来日本购物的参考 还贴心的附上了入手指引 所以兄弟们免费的赞别忘了点上 之后来日本购物想参考的话呢 收藏也记得点上 那么咱们就开始今天的盘点 第一站就在元素通往色谷的猫街上 不知道有没有兄弟注意到啊 在这家银饰店的二楼 这一家帽子专门店 就是咱们要探店的小众日产帽子品牌 The Bad Hatter 跟着我一起来到二楼 会发现啊真的是超有品味的一家店 从二楼的店门一进来 就能感受到这家店装置的用心 装饰很多都是啊来自美国的古董 团饰一下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款式呢 都是非常卡基绅士风格的冒款 说到这里呢兄弟们可能会发现 这家店从装修到单品的风格 跟大家非常熟悉的HW Dog都非常的像 甚至啊你会发现HW Dog经典的 美金别在帽子上的造型呢 这家也会看到 当然啊应该并不存在 谁抄袭谁的可能性 因为这两家创立的时间啊也差不多 又刚好品牌的方向呢 都是经典的卡基绅士造型的冒款 HW Dog呢因为很多潮流人士上身拍照 就知名度更高 The Fat Hatter呢则是更低调 不过呢我觉得不论帽子的款式的丰富度 还是做工用料都不会输给HW Dog 大家都知道礼帽是一个最考验 一个帽子品牌的工艺工底的 The Fat Hatter呢在店内设置了透明橱窗 可以直接看到啊一顶礼帽的手工完成的全过程 可以说啊是对自己工艺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了 也因此呢在日本的卡基玩家里啊口碑相传 人气相当高 不过我在这家店里呢真的很少看到游客 看来海外宣传还不是很到位 因为是夏天呢店内绝大多数的礼帽呢都是草帽款 我对草帽啊确实不太懂 就给兄弟们介绍一些其他经典的帽款 首先来看一下这一款JJ Williams 是上世纪2030年代最经典的羊毛棒球帽 背圈呢同样的使用了当时流行的烫金牛皮 复古的真皮调节扣还有一个精致的金属扣做logo 跟HWDog的定翻款对比呢我觉得用料配置基本一样 但是帽身会浅不少更适合亚洲人的头型 这一款14300日币价位呢也差不多 我个人啊是更推这一款 接下来这一款命名为Johnny的英伦列装帽呢 或者也被叫做爆童帽 是品牌在东京卡基玩家中呢 出圈的人气代表作之一了 面料非常高级 包括内里呢也是很有那种英伦绅士的复古氛围感 从M到XL多个尺码可选 适合各种头围 价位呢17600日币 只能说啊确实好货也是不便宜啊 再来呢是品牌的另一个代表作HU 这顶冷帽呢也是为亚洲人的头型做了改良 帽身呢会比美军实际使用的原型的watch cap浅了不少 日本质 重点是啊价位只要6380日币 超级平 是我最为推荐的款 入门品牌的第一顶的话呢 就选这个帽型 另外呢店里还有一小部分自己的服饰 都是非常经典的卡基绅士风格 比如夏天每个绅士都应该背上一件的阿罗哈衬衫 如果你也是卡基玩家呢想要寻找日产顶级品质的礼帽 或者是单纯的呢就是想要一顶高品质的日产棒球冷帽来做搭配呢 那么严格建议 The Fat Hatter呢应该成为你来东京 在HW道个行程之外再加上一站的旅行目的地 参观一下优雅复古的美式店面装修 或者呢欣赏一下日产手作礼帽的过程 再顺手戴上一顶心仪的帽子配饰 这家店我必须满星级推荐了 下一个品牌跟上一期的DCDT对应的就是DoubleTabs 也是大家也许已经有点遗忘的一个品牌了 而我的推荐理由也是一样的 就是西山车呢对于City Boy风格的必备配件 帽子的版型和理解还是超越了很多其他潮流品牌的 圆哥自己的话呢路过DoubleTabs Tokyo这家店呢 只要不需要排队都会进去逛一逛 唯一感兴趣的单品呢基本就是帽子 除了大家印象里比较深的棒球帽 余夫帽冷帽五片帽 品牌呢还会自己原创一些其他品牌里 好建的设计 当然入手第一顶的话呢 还是品牌的基础款六片棒球帽最为推荐 比如这一款比较适合秋冬的款式 可以说是血统纯正的美式棒球帽款 13200日币或者水洗牛仔色的面料 不论是浅水洗还是黑色水洗 加上复古小花的刺绣呢都非常的有美式休闲的味道 但价位呢就有一点离谱 15400日币或者是这一款使用了Protax 户外面料的款式极简的刺绣很帅 帽型呢也是真的够经典 看一下模特图果然是法板少年的标配帽型 51000日币另外既然是DoubleTabs呢 军事风少不了 再就是品牌非常偏好五片露营帽这个版型 这一款格子纹面料的帽型呢 就是品牌的大定番 看一下模特一整身军事风的穿搭 确实还是很帅的 就是有刺绣的款呢就一定会价格开始离谱起来 15400日币 觉得热的话呢这样的夏季两款设计 也是有的9900日币 而且DoubleTabs呢还会有不少大胆的款式设计 比如说这一款就很像Nego Hans在头上的 那个传统的铁道工人帽 这一款呢9900日币 或者是这个筒型的帽子 我在别的品牌啊还真的没有见过 看了一下模特图居然莫名的有一点帅 而且8800日币呢是不是意外的 觉得还真不贵 再就是啊对面料的使用啊 也是很敢大胆创新 比如说这一款新开发出来的 老鹰羽毛迷彩的丛林渔妇帽 就是啊价位离谱18700日币 或者是法兰绒的面料做帽子呢 也是其他品牌比较难见到的 12100日币 然后顺便说一下秋冬经典的冷帽 DoubleTabs的选择也很多 比如说这一款比拟呢 是品牌ID性质的单品了 8800日币 或者大家看到杰伦打篮球时 常戴的这种毛帽呢 也是8800日币 总之啊大家也看出来了 DoubleTabs的帽型选择啊是真的很多 设计上呢除了定番的军事风 也有很多City Boy清新风格的 美式复古款式 基本上呢都是日本制 做工用料没有啥问题 唯一的啊就是价位上比较飘忽 有的啊真的是多点自秀就贵得离谱 我也是啊只能扣一星的推荐度了 入手的话呢跟兄弟们说一下 就是品牌这么多年啊都是在玩限量的 单品的数量控制的啊真的很厉害 一些好看的款式呢超级难买到 建议大家就多去几次品牌的东京旗舰店 DoubleTabs Tokyo 去碰碰运气啦 我自己呢有喜欢的新款式呢 去店里也是大概率的扑空 说到这点啊真的是很想再扣一颗 推荐星级 下一个帽子品牌呢 咱们来到了色谷Paco的二层 这里呢有一家看起来很日常风格的帽子的店面 就是这一家低调风格的日产帽子专门品牌 Pijima Takayuki 品牌成立于1995年 可以说是相当的老牌了 主理人Pijima Takayuki呢 就是这个看起来非常像日本上班族的普通大叔 不过呢他已经是在制贸行业 工作了几十年了 品牌的特点呢就是强调日产手作工艺 全部单品呢 由经验丰富的日本工厂职人手工制作 不过呢带来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价位啊真的不低 咱们来看一看 几款品牌有特色的帽型 第一款呢就是大多数兄弟都会比较关注的棒球帽 品牌使用了非常轻薄柔软的棉布材质 后面呢加了一块松紧带 超多颜色可以选 除了帽颜内侧的支麦呢 外表看不到任何logo 因为可以调节的范围呢比较小 所以有分一二三三个尺码 这款呢我试带了一下 确实就是经典的高尔夫运动用的帽型 看了下价钱啊有点傻眼 15400日币 着实啊有一点离谱的感觉 然后呢是另一个绅士风格的经典帽型 爆童帽 不同于其他品牌更追求那种复古感 Kijima Takayuki呢 从外表的面料到内里的亡眼 都比较偏向夏天的透气凉爽功能性 这款同样是15400日币 然后再看一看这一款夏季露营帽 面料呢是肉眼可见的 非常的硬挺 但是呢并不粗糙 这款价位17600日币 店内呢还有不少的女款 可惜啊招牌的礼帽款 也因为是夏季的关系呢 没有摆出来 总之呢Kijima Takayuki这个品牌啊 是一个用料非常高品质 且做工上呢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帽子品牌 唯独啊就是这个价位 真的是整体上都要高一大截 而且这么贵的定价呢 完全没有任何的logo和视觉标识 可以说啊只适合追求极简和低调内敛 穿搭风格的兄弟啦 情报员一星推荐 下面这个帽子品牌呢 大家可能感觉有点意外 不过听我聊下后呢 应该也会觉得是情理之中 就是日系都市机能的代表品牌 Nanamika 推荐的理由呢 其实跟日潮包包内期的理由呢 也很类似 就是虽然大家对这个品牌的印象呢 大都停留在高品质 Gortex面料的夹克或者是风衣 但其实品牌的帽子呢 我感觉也算被埋没的宝藏款式 设计上呢 大都是极简 但经典百搭的款 面料上呢 也大都共享了 Nanamika服饰使用的顶级面料 品牌做工啊 也算是有口皆碑 关键是价位上呢 难得的没有服饰那么高 甚至居然还有一点高CP值的意思 咱们来看一看 这几款定翻款帽型 第一款呢 就是这款品牌logo款 也是最经典的六片棒球帽 面料共享了品牌服饰顶级的三层Gortex 透气又能防水 适合应对春夏的极端天气变化 看一下店员的搭配呢 可以说是经典的万斤油帽型 什么穿搭都可以配合 一万两千一百日币 作为顶级面料的帽型呢 我感觉算贵了 顺便说一下 品牌有个同款 面料是共享了 北联子标的六五三五面料 轻微防雨 重点是呢 光泽会比较复古 价位呢 低不少 九千三百五十日币 然后还有一款 完全没有logo的 配置上呢 是两层的Gortex款式 价位一万一千日币 品牌呢 也有一款定番的渔夫帽款式 也是两层的Gortex 其实从美观的角度来说呢 我更喜欢这个两层的面料 光泽度啊 超好看 一万两千一百日币 然后呢 我要强推一下这一款 今年新款的金属尼龙配色的户外帽 阳光下呀 色泽超好看 有透气内网 而且两侧呢 开了透气小窗 加上了防风挂绳 大家看一下店员的搭配 是不是超帅 配置的这么齐全 价位还算良心 一万三千两百日币 总之呢 Nanamika的帽子啊 面料是真的很强 设计呢 都很极简 虽然也可以说是缺乏个性 但也更能百搭 融入到任何穿搭里 价位上呢 不算离谱 感觉同价位 对比的话呢 品牌的面料肯定是无敌手 但就是呢 款式选择啊 确实有点少 我只能遗憾 两星推荐 入手的话呢 还是一样的 建议Nanamika的 戴观山旗舰店比较全 其他买手店啊 几乎没有见过选货帽子的 下面这个品牌呢 确实会更小众了一些 也是我在中暮黑散步逛街的时候呢 新发掘的日系帽子品牌 Command Ghost 主理人呢 叫做佐藤一步 跟HWDog的创始人一样 佐藤一步呢 也是在帽子这个配件行业 工作了很多年 并早在2012年呢 就创立了这个完全在日本设计 日本生产的品牌 Command Ghost 理念上呢 是希望能够打造极致的 日常款的帽子单品 这个说起来啊 倒算是很多日系设计师品牌的 共通理念了 咱们呢 来看一看单品 这一款的话呢 乍一看 就是很普通的棒球帽 不过版型呢 有为亚洲人做改良 更浅 也更宽 面料质感呢 确实摸起来不一般 仔细看了一下 是羊毛和人造丝混坊 还真是舍得用料 侧面呢 也有刺绣品牌的logo 调节带啊 是非常厚实的牛皮 内里的话呢 跟上期聊到的 Lacar Lui一样 加了复古条纹布 增加质感 侧面呢 是真皮的标 应该会随着佩戴 经年变化 前额呢 还专门加了纸焊带 尺码表 看一下 是大头友好貌无疑了 真的是一款啊 把配置做到很极致的 日常帽款啊 这款的售价 16500日币 果然呢 是一分货 也一分钱啊 真的是不便宜 看一下官网 模特图的佩戴效果 果然呢 浅帽身 带出了少年感的效果 复古低调 确实是一款 难得的日系帽子好货 再来看一看其他款式 这款的话呢 跟刚才那款版型差不多 不过面料呢 就换成了复古的格子 更英伦风一些 内里呢 也换成了纯黑的配色 更能搭配绅士风的穿搭 看一下官网小哥的搭配图呢 跟皮衣搭配 果然啊 也是有点卡基路线的style 价位呢 也是一样的 16500日币 除了棒球帽呢 我还翻到了一款 耶鲁大学校队的队帽款式 这个啊 就真的很有骨骼的意思了 不过材质呢 也已经换成了 现代科技的Codura面料 内里呢 也用了现代的 COOMAX网眼透气材质 正当我在想啊 这样去复刻捕捉款 真的不会侵权吗 就发现这款 还真的是 耶鲁大学官方授权的周边款 说实话呢 一个如此小众的品牌 专门跟耶鲁大学拿了授权 只为了做一款运动帽子 我是觉得啊 真的很用心了 这款价位呢 还是16500日币 怎么感觉啊 这个品牌就是走统一定价的路线呢 那么相对来说啊 我还是觉得配置拉满的 第一款棒球帽 更超值一些 CAMMAN GOES这个品牌的话呢 确实能让人感到 那种日式打磨一件单品的工匠精神 帽型感觉啊 也更适合亚洲人 只可惜呢 价位实在不低 否则啊 可以满心推荐 入手的话呢 我是在中木黑的Cowel Code 买手店发掘到的 暂时呢 还没有发现其他店里有货 看来啊 真的就是一个小众品牌 有兴趣的兄弟 下次去中木黑 可以尝试 发宝一下 以上呢 就是全部10个 原格推荐的 日系帽子品牌 有大家熟悉的 Nanamika 或者是Double Types 也有相信大多数兄弟呢 也是第一次听到的 CAMMAN GOES 这样的小众品牌 但可以说啊 都是原格用心的在推荐 自己在日本发现的好品牌 10个品牌呢 均不含任何推广 全部真心推荐 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也是因为有频道的 会员兄弟的支持 才能够继续坚持更新 那么本周会员专属的 独家攻略呢 也将同步更新 有兴趣的兄弟 可以去尝试一下 订阅一个月看一看 那么关注东京日潮 关注东京情报园 咱们下周六见啦 大剧来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